这棵超过50年历史的菩提树 陪伴太平国小一届又一届的孩子 度过许多寒暑 孜兰克就会来这边做笔录 笔那个高 然后很粗 但将近三层楼高的树木 今年初因为病虫害渐渐哭死 校方拒下木头 放在校园当成装置艺术 但却因为遇上瓷器制工 这些树木有了新生命 生老病只是人之常态 树木也是一样 可是我们在思考 要怎么把它的这棵树 它的余命价值 能够继续保留下来 就是把木材拿来对不对 把这两个钩钩装进 志工张宁灯将树木制作成吊饰 延续物命 物要尽其用 做成结缘品 让它百年校庆的时候 来跟大众结好缘 一进校门口 这一面三好三院墙 充满慈祭人文 太平所有国小的每个孩子 都必须具备十项的核心价值 品德教育 落实在生活中 孩子学会感恩 珍惜悟命 大爱新闻 将近李月为台中报导 藝人文化 以后 我们先给大家做